歷時118日,美國演員工會終於宣布結束罷工 經過年日來激烈談判,他們最終與荷里活片商達成協議 新協議內容有確保為保護工會成員面受AI威脅的新補償條款 以及首次設立串流媒體參與的獎金等等 美國演員工會就因為新資、AI人工智能技術和串流媒體三點 未能跟電影電視製作人聯盟達成公式 所以7月加入美國編劇工會的雙罷工行動 而美國編劇工會率先於9月結束罷工 如今正式結束所有工潮,一切回復正常 外界預計今次的工潮造成高達65億美元損失 遠超預計數字的40億美元 罷工結束的消息公布後 多部電影隨即復拍 當中包括應界金像影后楊子瓶的主演歌舞片 據知影片剩下不夠兩個星期的拍攝工作便完成 預計楊子瓶短期內會飛到英國賣味 而Tongo老師和不備特等 亦將各自回歸劇組開工